用你的恐惧交换我的故事 欢迎光临本准屋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来自美国的生物学实验 如果在一个没有天敌资源充足但空间有限的世界 你的种族可以历久不衰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在心中 等到我们看完这个老鼠乌托邦实验再下段语吧 1968年美国行为学家 在马里兰州的农地建造了一个名为25号宇宙的地方 并进行实验 整体空间约有2.7平方公尺 四边围栏高1.4公尺 其中可以容纳约5000只老鼠 然而 属群高峰期间只有约2200只老鼠 最后更出现行为沉沦的现象 开始时 实验人员精心挑选了4对 一共8只的老鼠放入25号宇宙 这4对老鼠都是由人工繁殖的 并且是各个样本中最健康的存在 食物和水都是无限供应的 他们相当于处在一个没有天敌 且无忧无虑的世界中 第一阶段 老鼠族群急速发展 约在第55天 族群数量便增加一倍 在315天时 数量已达620只 鼠群需要时便自己进食和饮水 亦有干净舒适的环境 使雌性可以安全地饲养幼崽 第二阶段 第315日起 在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鼠群的增长变慢 需要约145天才得以翻倍 但是场地仍有额外空间 足以容纳超过3000只老鼠 鼠群开始出现阶级制度 雄性老鼠开始无缘无故地捍卫自己的领土 和食物来源 雌性开始放弃子女 甚至开始攻击他们 鼠群间会无缘无故地互相攻击 反之行为减少 并且开始出现同性性行为 承认老鼠强迫幼鼠交配等情况 第三阶段 第559日起 鼠群人口达至最高位 一共有2600只老鼠 有老鼠群摆脱传统老鼠社会 以美丽的人的情况生活 除了睡觉 吃饭 和修饰自己之外 什么都不做 一堆社会的互动和交配失去兴趣 幼鼠也过早地被母鼠赶出巢穴 迫使他们独立生活 第四阶段 第600日起 鼠群开始步向衰亡 人口数量开始下降 一是最后一次录得出身 打扮漂亮的老鼠越来越受欢迎 看起来荣光焕发 被攻击时不会再还手 不再懂得保卫领地 且不再发生性行为 数个月后 所有老鼠皆死亡 虽然老鼠在1500多日后 才彻底灭亡 但其实在315日时 他们的精神已逐渐死亡 约翰视自己的实验 为对人类的警钟 体验过竞争和压力后 令老鼠彻底沉沦 他相信人口过剩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崩溃 导致人类灭绝 强力捍卫领土和食物 放弃子女 互相攻击 同性交配 失去与社会的互动 这不正是我们目前社会的缩影吗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正视这个实验 或许人类 真的如实验一般 正一步步走入毁灭 走入属于我们的乌托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施杭》